為紀念反送中運動太子站831事件 週四 許多香港市民來到太子站外獻花 有市民發起在天水圍的商場舉辦悼念活動 然而香港議員卻拍到身穿黑衣的警察 在商場外將多名年輕人壓制在地 並且拒絕回應抓捕原因 周遭的市民大聲問年輕人叫什麼名字 畫面中有數名身穿黑衣的便衣警員 將多名青年致服在地 期間兩名警員上前要求議員曾錦蓉退後 但不回應被捕者犯下什麼事 港媒報導 警方在天水圍家湖商場外頭 截查了6名男女 去年的8月31日 港警進入車廂棍打市民 造成嚴重混亂 市民持續要求死傷人數真相 法院下令港鐵需要交出有關監視器畫面 新潭記者張琦綜合報導 在訪問安心等 將 beyond電話 在訪問第一關